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疫情造成大家生活的限制和不便 但是为爱忍耐 为爱防疫 只要有爱 我们一定可以渡过难关 台湾加油 台中加油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感谢坚守岗位的第一线防疫人员 同岛一命 齐心防疫 黑暗之后必有曙光 彰化加油 大家加油 我是蓝头县长林明珍 目前台湾新冠肺炎疫情严禁 让我们一起为台湾祈福 戴口罩 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不必要的接触 大家一起努力 台湾加油 在期盼中我们坚信 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用这款坦然武器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慈爱信实的来等待我们 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 是你所创造的 在这疫情肆虐历的时候 帮助我们不怕遗憾不惊慌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主啊我们奉祢的名来祝福台中市 武修院市长以及所有市政团队 主啊让他们行在上帝的光明中 让他们所做的大男神死业 我奉祢的名祝他们身体健壮灵稳兴盛 所做尽多顺利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在坚信中我们离此相安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神 不轻易发落并有丰盛的慈爱派成事 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心 疫情对我们来说的很厉害 一直要吞吃给我们怕 不过这些就聚在知道 相对是信息的 我们相对守守核 万你等会守 万你和你一家平安 万你守守幸福 阿们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在南投在台湾的中心 来向你祷告 为我们的国家 为台湾的百姓 求主施恩怜悯我们 你立地根基 为太阳定界线 主啊求你也为病毒来定界线 使我们得救 也使这地得着遗址 主我们感谢你 垂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让我们相信 盼望 彼此相爱 持续前进 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 如今长存的 有幸 有望 有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疫情当前 我们应该要 警醒地防疫以外 我们更要警醒地来祷告 我想这就是 对他人最大的爱 中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 之前有苗栗地区有电子公司受到感染 但现在几乎都没有问题 可是今天还是有两例的确诊 那么台中跟南投几乎都是零确诊的 但是彰化昨天有两三例的确诊 但是基本上人心还是有一些害怕 盼望疫苗可以赶快来到 经济 基层的经济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需要迫切祷告 求主怜悯 转离我们的恶 寻求主的面 主要意识我们 启示录二十一章 谈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二十四节有这样的预言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大城 主我们奉你的名为苗栗 南投彰化 台中这四个城市祷告 祝福他们所有的县市首长 执政团队能够秉公行义 按照神的慈爱跟怜悯 所做的所有的政策 让百姓能够尽全端正 平安无事的度日 他们在历史上所做的 在永恒当中被上帝纪念 求主祝福四个城市 成为上帝荣耀的城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圣经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告诉我们说 主啊 祢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意思是说 上帝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在这个爱的家庭里面 我们可以彼此得到爱的保护 爱的遮盖 爱的光怀 爱的帮助 让我们一起来向这位爱的上帝祷告 求主让我们在这疫情 那么严重的时候 用祂的爱 让我们所有父老兄弟姐妹 能够结约成一个爱的大家庭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